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2831 第七頁的部分 來第28題他說這兩個東西是火力材料的燃料 然後呢他問上述反應中 這兩個物質適當反應可以產生N2H2O跟大量的熱能 問N2O4的敘述哪個是正確的 這兩個我們曾經上課有講過 如果在化力反應有產生的話 反應物當中有氧基本上都當氧化劑 所以以他而言他是有氧的 加上他有氧所以他當氧化劑 所以把B2刪掉 那氧化劑進行什麼反應 氧化劑是讓別人氧化讓自己還原 所以他進行還原反應 再按選C 29題 題目很長 我們看據點後面先 若不考慮地勤的影響 有關在天氣系統 甲跟當天秋田主要地面風向的去做得正確 好 這在北半球 然後呢 黑色拳擊等壓線 他受到甲影響 當天東京地面風向受到甲影響 偏南風 好 偏南風 所謂偏南風 就是表示說風從南邊吹過來 所以應該是這個方向 南風 OK 跑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風從高壓往低壓跑 所以這一定是什麼 這一定是這個低氣壓 高壓往低壓跑 他會吹這個地方 吹這個地方呢 呃 第一個我們知道 風是由外往內吹 然後呢北半球要偏右 所以他會往這個方向一些 吹東南風 所以我們先看甲是低氣壓 先把西柱刪掉 然後以東南風為主 答案選A 好接著呢我們看第三實體 這是地震的 題目 他問的是 他構想的四個標題 哪個最不符合圖中的資訊 我們就直接看好了 他說13.43分 南投地震規模6.3 在這邊 瑞士規模6.3 深度10公里 對的 他說可以 B呢 最大震度在仁耐箱6.3極 不對喔 極是沒有什麼 震度 是有極沒有錯 但上面有小數點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大家選是B OK 震度 不能有小數點 OK 接著我們看最後三實體的部分 有三個電路裝置 三個導體 都由相同材質所組成的 腳的長度 椅的長度 他都告訴你 然後什麼截面積等等的 他問的是哪個電流大小 為何 好 那我們要先把他的電阻 電阻 電阻跟什麼關係 跟 截面積分支 長度是有關係的 所以 甲 的電阻 叫做 A分之L 乙的電阻 叫做 A分之2L 並的長度 跟截面積 這邊是叫做 2A分之L 所以我們要比 叫他們的電阻大小 先比出來 因為呢 他們都是 有一個電池 1.5幅度去做的 所以我們只要算出他的 因為我們知道 V的IR 現在V都一樣 對不對 啊所以呢 他 如果電阻越大 電流就越小 如果電阻越小 電流就越大 通常是乘反比的 所以我們這兩個比起來呢 這兩個比起來應該是 他比較大 R乙大於 R甲 那這兩個相比起來呢 還是 還是 乙比較大 還是乙比較大 那 丙跟甲比起來呢 那就會是 甲比較大了 所以大小而言 所以大小而言 是R以 電阻 大於 R柄 大於 R柄 有沒有 R甲才對 不好意思 R柄 R柄 電阻比出來應該是這樣 啊 所以呢 電流呢 剛好成反比嘛 所以電流來講 是柄最大 R柄 拿來 架 第二 E最小 所以他選的是C 以上是第七位的部分 R柄